你這樣子一連串宋志孝 孫益貞 陳佑麗 樣像 陳佑麗 陳佑麗 這幾個女生 對你而言有什麼不一樣的特色 對我而言 你感覺她們 她們的特質 哪一方面就比較吸引 我現在的狀態是在再見再也不見 然後突然問到這三個女 你現在不是跟韓國人每天基本上 最近還好 都告一段落 那你先講宋志孝好了 宋志孝 這個怎麼樣的人 這個很 很善良的林家大姐姐 是夏 夏還有會聯絡嗎 偶爾 你們用什麼聯絡 用手機 訊息 可是志願也是有時候會聯絡 就是她來台灣 欸上上禮拜有來啊 對 就沒有一起參加一個秀 嗯 何志願的話也是 可是比較偏 因為其實我跟孫益貞跟何志願 認識的關係是建立在角色上面 是建立在電影上面 對所以你會看到她 就是關於電影的那一塊會多一點 跟志願的話可能就是錄節目 沒有太多機會聊到 就看到這台電影相關的東西 對 然後何志願是一個非常認真的演員 那 很 她就是很認真 所以你們在片場會聊聊天嗎 聊 會啊 聊什麼比較多 聊什麼比較多 她一直問我中文 對叫我教她中文 因為那時候她好像 就是要來金巴獎 對 然後我就一直幫她練習 然後還有 那個 我跟她拍的那一部 其實我們兩個都講英文 對 所以也就是 聊英文的 什麼台詞啊 還是什麼比較多一點 對 那其實你就是跟 宋四孝會比較多 真的私人上的相處 因為比較像真能秀 真實個性的相處 其實都是真實個性 因為你拍電影 就不可能 CUT之後 你還是在狀態角色裡面 那裡面宋四孝真的沒有任何 有沒有 速度有那種愛情的火花 愛情的火花 因為我們看都覺得 哇 好像真的 看起來很好 感覺很好 場景都很浪漫 所以就覺得 應該會很融入人 嗯 就 不知道 看未來會怎樣 再說明 那現階段有有過嗎 有過什麼 就是有過覺得 真的好像有點喜歡她 那種感覺 在錄的當下會有 其實我覺得 真的就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栩栩栩栩 對 就像拍電影也是一樣 她有做哪一些行為 會讓你覺得 你真的就 有這種心動的感覺 在 在 就是有對你做了什麼事 你真的覺得 好像真的可以喜歡她 好像真的可以喜歡她 你們看節目應該就是 就是那些感覺 嗯 那下節目你會去小小房子嗎 當然不會啊 就是再繼續聊天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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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節目就是大家都會一起 大家都會一起 大家都會一起 示範 大家好像覺得 你跟那個Gary在比嗎 你自己怎麼看 怎麼看 我才認識他一點點 Gary認識他那麼久 對 你怎麼可以服輸呢 這是你的觀點 好啦